废墟之下 深渊之底 一团黑色的烟雾飘于其中 这团黑雾名叫陈烟 名副其实的魔 当初正浪荡自由时 被大能毁去肉身 灵魂封印于此 已经有了万万年的时间 幸好他是魔 若是人 估计早就封了 不过他也离封不远了 沧海桑田 封印他的大能许久没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万万年时间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出去的办法 好在石海中的魔族秘宝 经过万年的运养 终于醒了 所以 你是轮回猪 才躲过一劫 陈烟不关心 他是怎么来的 只想知道 他有没有办法离开这鬼地方 你没有本体 出去也待不了多久 陈烟鄙视他 要你何用 我可以沟通别的小世界 找到许愿者 借助别人的身体 完成他们的心愿 改变剧情 获取世界之力 如此你也能找到暂居的身体 不过得到的世界之力 你得分我一半 成交 陈烟欣喜 只要能出去 一切都好说 一摸一株愉快地达成了协议 黑色的领域中 一个看起来满身伤痕的妇女 来到了这里 这是哪里 是能完成你心愿的地方 女子眼中 突然亮起了光芒 什么愿望都可以吗 都可以 但是得看我心情 而且你得让出身体 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如果太过分了 他就吃了这女人 继承她的身体 如果不过分 就完成她的心愿 反正她是魔 从来没有良心这种东西 到了她的地盘 是生是死 她说了算 只要能完成心愿 我什么都愿意 我要陈志强受尽折磨 不得好死 还有他们一家 付出代价 女子眼中是刻骨的仇恨 陈嫣提取了她的记忆 嘖嘖 真惨 不过 她并没有过多的同情 身为一个被困万万年的魔 她只同情自己 看在要求不过分的情况下 这笔交易她接了 完成她的心愿 一个装修简单的客厅里 地上倒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子 若是走近就能发现 这女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一缕黑烟进入她的身体 女子胸口有了起伏 陈嫣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伸腰蹬腿 有身体的感觉真好 这种感觉没有维持多久 等她去卫生间一照镜子 就看到镜中的人面色苍白 双眼下面浓重的黑眼圈 身体不同部位都有痛感 现在这具身体是她的 竟然被如此伤害 陈嫣怒吼 渣仔 本座一定要把她错骨扬灰 轮回猪 陆细还真快 魔力一转 身体的伤迅速恢复 魔族一向有着强大的自愈能力 即便这不是她的身体 灵魂自带的魔力也够了 而且这个世界是个普通的凡事 没有大能 哈哈 可以随便浪了 女子名叫李文娟 本来是一个阳光向上的女孩子 家里条件也算英识 若是没有意外 她本该在父母的关爱下 过完平淡的一生 谁知大学毕业那年 一家三口出去旅游 遭遇了车祸 李家父母当场死亡 李文娟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父母的去世 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浑浑噩噩几个月 最后在丈夫的关心下 好不容易走了出来 以为自己遇到了良人 殊不知 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啪啪一声 李文娟 你胆子肥了 到现在还没做饭 不知道我忙了一天 累死了吗 陈烟吸收完所有记忆后 从房间出来 就听到这一句 啊吼 仇人回来了 陈烟握紧拳头 就挥了上去 陈志强一时不察 被打倒在地 他不敢置信地 瞪大眼睛怒吼 李文娟 你车抱着胆了 敢打我 爬起来就要打他 陈烟一脚踹过去 抓起他的衣领 拳头砰砰往他身上砸 又觉得不过瘾 拿起沙发上的皮带就抽 陈志强嗷嗷直叫 陈烟控制着力道 保证打不死他 把皮带挥得虎虎生辉 还挺好玩的 别打了 老婆 我错了 陈志强痛得直求饶 这女人是吃了大力丸吗 轮回猪看得直呼过瘾 不愧是魔 手段就是粗暴 陈烟看他身上抽出的血迹 先不能打死 李文娟说了 要让他受尽折磨 皮带往旁边一扔 陈烟瞪他 一点眼色都没有 还不滚去做饭 陈志强自从娶了老婆 他再也没有做过一顿饭 低头看了一下身上的伤 算了 今天先妥协一下 陈烟也没让他上药 盯着他一拳一拐地进了厨房 自己像个门神一样 在门口看着他 老婆 你去休息吧 这里油烟大 陈志强被他盯了后背发麻 赶紧做 哪那么多废话 陈烟斜眼看他 不盯着 万一他吐口水呢 陈志强老老实实地忙了半个小时 烧了两个菜 看着卖相就不好 陈烟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呸一声就吐了出来 这么闲 是人吃的吗 陈烟一把掀了桌子 一巴掌打过去 头都给他打歪了 这还闲不够 抓起他的领子 一脚踹向他的膝盖 只听咔嚓一声 陈志强跪了下去 陈志强满心怒火 想还手 却挣不开他的前置 陈烟一手扭着他的手 一手抓起他的头发 砰砰砰的就往地上砸 又控制着力道 让他疼 却又砸不死 你个没用的废物 知道啊 我在训狗呢 陈烟漫不经心地说道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砰砰砰的声音不停 一会陈志强的脑袋 就肿成了一个大包 玩够了 就把他往旁边一扔 又从陈志强口袋里翻出烟 撬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吐出一团烟雾 有了身体就是好啊 陈烟心里美滋滋的 陈志强头晕眼花 倒在地上起不来 抽完烟就看到陈志强还在躺着 他走过去 脚踩在他头上 别给我装死 赶紧起来收拾一下 地脱好 陈志强看着他手里拿着皮带 跃跃欲试的样子 挣扎着爬了起来 陈烟拿出他的手机 回想脑子里的记忆 点了一堆外卖 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了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己 陈志强拖着一身伤 好不容易收拾完 就看到他坐在桌子上 大块吃肉 吃得满嘴流油 他摸着空空如也的肚子 拿起筷子正要吃 陈烟蹬他一眼 记住 以后不准上桌吃饭 说吧指了指墙脚 那里才是你的地方 以后只能吃我剩下的 要是不听话 呵呵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陈志强看他面目猙獰的样子 抖了一下 身体的疼痛提醒他 此时不能硬碰硬 等他吃完 陈志强委委屈屈的 捡剩下的吃了一点 陈烟把他的东西都丢出来 把他赶到杂物间 陈志强躺在床上时 还没想明白 这女人怎么回事 之前明明都把他打服了 今天是吃错药了吗 当初他追求李文娟时 就心怀鬼胎 那时候刚好陈母身体不舒服 住了几天医院 在医院听到别人议论李文娟的事 说这姑娘真可怜 父母都出车祸去世了 只剩他一人 还好有保险赔了钱 不然一个小姑娘 以后怎么办 陈母和李文娟在一个病房躺着 陈志强见过他 长得也不错 父母双亡又是个大学生 又仔细打听了一下 得知保险赔了不少钱 父母还有遗产 陈志强家里是穷山沟里的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以为可以飞黄腾达了 可到了大城市才发现 大学生毕业后 也不一定能混得好 而且物价房价其高 光凭自己 恐怕要很多年都买不起房子 还有见过世面之后 他一心想找个体面的老婆 山沟里没见识的土包子 他可看不上 可大城市的姑娘 眼光都高 条件好的看不上他 条件差的他看不上 拖到毕业也没找到女朋友 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合适的 陈志强满心兴奋 和陈母一说 俩人一拍即合 就是他了 这个时候他正是虚弱的时候 好机会 接下来 陈志强每天带饭都会多带一份 刚开始 李文娟谁都不理 陈志强也不在意 还是每天坚持带饭 陈母也在旁边嘘寒问暖 一副农村热心肠大娘的形象劝慰他 慢慢的李文娟走出了伤痛 陈志强趁机表白 陈母也说会把他当成一家人 李文娟正值丧父丧母之痛 面对这样的热情 很是感动 再加上陈志强长得不错 也就答应了 交往一年 陈志强对他百依百顺 陈母对他也是处处关心 两人很快走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陈志强表示自己是农村人 家里父母供他读书已经很是费力了 没有钱买婚房了 只能先委屈一下他 指天发誓日后一定会对他好 李文娟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 哪里知道人面兽心的意思 从此落入狼窝 他拿着保险赔的钱买了一个新房 为了防止陈志强伤心 还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婚后没多久 陈志强就开始变着法的要钱 先是老家房子太破了 父母住着不安全 陈母也在一旁抹眼泪 李文娟被他哭得心酸 于是拿出几万块 给他翻新房子 后来又说陈父摔倒了 要手术 李文娟又拿出几万 就这样不到一年 就拿出去十万块了 第二年陈志强考上了公务员 说需要钱走关系 每天甜言蜜语的 给李文娟画大饼 李文娟被他洗脑了 只是剩余的钱不够 陈志强又怂恿他 把父母之前的房子卖了 李文娟刚开始不同意 只是陈父陈母都来劝他 要为了以后着想 陈志强发誓 文娟你放心 等我挣到钱了 就把房子买回来 轮番轰炸之下 李文娟终于把房子卖了 凑了一百八十万 给陈志强疏通关系 果然钱没白花 陈志强进了一个好单位 年薪加福利补贴有五十万 从那以后陈志强就变了 开始让他辞去工作 当个家庭主妇 说了也很是好听 文娟 我们是时候要个孩子了 你辞去工作 在家备孕吧 李文娟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她太渴望亲情了 陈志强一说 她就同意了 陈母听了也很是开心 直夸她是的好媳妇 只是半年后还没怀孕 陈母的态度就变了 天天只丧骂怀 说她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李文娟从来没有被人如此骂过 也张不开嘴会骂 只是跟陈志强哭 陈志强敷衍道 文娟 我妈她也是一时心急 她年纪大了想抱孙子 你体谅一下 李文娟沉浸浸在伤心中 没看出她的敷衍 想着自己这么久没怀孕 底气不足 也就没跟陈母计较 从这以后 陈母变本加厉 越来越过分 文娟啊 你可不能这么懒 志强每天工作多辛苦啊 你早上要早起给她做饭 一步退步不退 陈母每天挑三拣四 不停地打击她 李文娟每天都过得水深火热 陈志强一开始还哄她 后来次数多了 她也不耐烦了 媳妇和母亲 她肯定是向着母亲的 再说了 哪个媳妇不得伺候婆婆 就她矫情 后来干脆不管不问 由着她被陈母折磨 陈志强在父母的影响下 极度大男子主义 完美继承了她妈的重男轻女 打心里看不起女人 她喜欢的是那种 小鸟依人温柔似水的女人 李文娟虽然单纯 却也是有一点小脾气的 毕竟是被宠得长大的 陈志强看上的是她的钱 又背后没有娘家依靠 才选择追求她 如今房子车都有了 还有了体面的工作 她早对李文娟不耐烦了 一天李文娟买了一套护肤品 被陈母看到了 上去就打翻在地 好你个李文娟 我儿子每天工作多辛苦啊 你不知道疼人 就知道乱花钱 谁家会要这么大手大脚的儿媳妇 陈母坐在地上直拍大腿 妈 这是我自己的钱 志强的工资都在她自己那 李文娟争便道 你还敢还嘴 你天天在家不上班 哪里来的钱 还不是我儿子挣的 陈母瞒不讲理道 是志强让我不上班被孕的 再说了 钱我自己有 让你被孕你呢 这么久连个蛋也不下 就知道吃喝 你怎么好意思的 陈母一脸蛮横 这里是我家 这房子是我买的 李文娟也爆发了 陈母听了 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 天杀的呀 都来看她 我天天辛苦伺候儿媳 结果她要把我赶走 李文娟被她的颠倒黑白气的发抖 俩人争了起来 晚上下班回来的陈志强 一看陈母在哭 又听说李文娟要赶她走 一下子发火了 一巴掌打了李文娟 李文娟不敢置信 一向温和有礼的老公会打她 闹着要离婚 陈志强正在接一个重要项目 不想此时生事 回过神来 赶紧哄她 又是认错 又是下跪 还说会劝陈母 让她老实一点 终于拦住了李文娟 俩人和好了一阵 没过多久李文娟就怀孕了 一家人都很开心 陈母更是热情 每天变得花样做好吃的 李文娟孕土严重 吃不下的时候 陈母会在旁边死命劝 怎么也得吃下去 不能饿到我的乖孙 每天看着她的肚子叫乖孙 有一次李文娟忍不住说了一句 也可能是个女孩 陈母当场翻脸 呸呸呸 瞎说什么 女孩子就是赔钱货 酸儿辣女 这胎一定是儿子 晚上陈志强回来 李文娟跟她提了一下 陈志强脸色也不好看 要是女儿那就继续生 这是李文娟第一次知道 陈家这么重男轻女 可她也改变不了 几次在陈志强面前说女儿好 陈志强都很不高兴 心里暗想 是个儿子就好了 若是女儿 生来乃不亲爹不爱的 会吃苦的 就这样 李文娟过了一段好日子 只是没过多久 去医院检查时 陈母买通了医生 知道她怀的是女孩子 态度就变了 没用的赔钱货 生下来有什么用 白吃我那么多好东西了 陈母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 地上吐了一地 看什么看 还不打扫干净 李文娟想着自己怀孕了 不想多生事端 只能忍气吞生 每天洗衣做饭 伺候两人 有一点不好 陈母就开始哭天腔地 说儿媳妇虐待她 让左邻右舍都来观看 李文娟说不过她 只能满足她的要求 怀孕几个月人不仅没胖 而且还瘦了 七个月时 李文娟身体虚弱 晕倒在地上 陈母看了也没管 自顾自地出去串门去了 还是邻居发现后 把她送到了医院 只是去得太晚了 李文娟挣扎一夜 生下一个女孩 出生就没了气息 陈志强赶来时一切都晚了 李文娟指责陈母见死不救 陈志强还替陈母说话 房价大涨 离婚房子要分给李文娟一半 她怎么舍的 完全忘了房子是陈文娟买的 她没花一分钱 陈母从医生那得知 李文娟以后再也不能怀孕了 心里盘算着想换本儿媳 只是听陈志强一说 也舍不得一半的房子 母子俩一合计 李文娟刚生了孩子 再折磨一下 说不定她自己就自杀了 到时候他们也不用背负骂名 又能得到全部的钱 从那以后 李文娟就像活在地狱里 陈母挑刺 陈志强动不动打她 李文娟不是没想过反抗 只是她一个弱女子 根本打不过陈志强 报警也没用 陈志强说 她生了孩子之后精神有问题 天天大喊大闹 商业是自己碰的 家务是警察也不好多管 批评几句就算了 周围邻居 也都被俩母子说的 以为她真有病 没人会多管闲事 离婚离不了 打又打不过 李文娟想过自杀 可想起车祸时 拼尽全力保护她的父母 就狠不下心自杀 最近陈父身体不舒服 陈母回了老家伺候她 家里只剩下他俩 只是她受的折磨 丝毫没少 陈志强一点不如意就打她 还把她锁起来 不让她出去 手机都给她收走了 这次陈志强喝了点酒 神志不轻下了死守 看李文娟倒在地上 也没管她 第二天照常上班去了 这才有了陈嫣的到来 第二天 陈志强脸色的红肿的厉害 就请了两天假 拿来 陈嫣一脸严肃 什么 银行卡 陈志强不想给 啪啪就抽 啪大早上吵到别人 还拿出一块抹布 堵上她的嘴 陈志强倒在地上 像调死狗一样 碰得浑身都在抽搐 陈嫣打了一会 拿掉抹布问她 卡尼密码多少 现在能说了吗 陈志强大口喘着粗气 哆哆嗦嗦道 在钱包里 密码是我生日 记住 我说的话就是圣旨 你照做就行了 他捏着陈志强的下巴 阴狠地说道 陈嫣拿着卡就出去浪了 哇哦 这里的衣服种类可真多 陈嫣试了一条又一条裙子 红色好看 蓝色也好看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都要了 都包起来 旁边的导购 笑得合不拢嘴 今天的提成要赶上工资了 买完衣服又去买化妆品 从头到脚 全部都要 陈嫣眼睛都不眨得 大肆挥霍 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得关了那么久 终于出来了 哈哈 身为一个魔 这里的东西对她都很稀奇 轮回猪也是 她一直躲避追杀 好不容易如今 可以松一口气了 陈嫣像个土包子一样 晚了一天还不够 只是想起 家里还有条狗要训 这才回去 家里陈志强看着短信里 一条条扣费通知 心里都在滴血 这都是她千辛万苦挣的 一天就被她挥霍了十多万 陈嫣拎着满满的战利品进家 就看到陈志强 苦大愁深地坐在沙发上 她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在家闲了一天 饭都不会做嘛 上去就是一脚 把她踹倒在地 拳头砰砰砸下 陈志强还没来得及 问她买了什么 就被毒打了一顿 要你有什么用 养个狗看我回来 还知道叫她两声呢 陈志强这时候也不敢问了 赶紧求饶 太踏马疼了 这女人是下了死手了 挨完打做好饭出来 还要端水伺候她洗手 折腾完陈嫣又开始挑剔 你是对我不满意吗 我辛辛苦苦忙了一天 你就做了两个菜 你是活够了吗 陈嫣大吼道 你踏马辛苦什么 花钱你还辛苦了吗 陈志强心里妈卖劈 嘴上却不敢说 这不是家里没菜了吗 陈嫣上去就是一巴掌 你这是不服吗 没菜就去买 这点事都做不好 我要你干嘛 陈志强此刻第一次 有了离婚的想法 损失点钱 她也不想挨打了 这见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此刻看她蛮横无理的样子 离婚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文娟 你能别打脸吗 我还要上班呢 陈志强小心翼翼地开口 陈嫣一想也是 这点钱也不够她挥霍的 还是得让她上班挣钱 只见她满是遗憾的开口 好吧 你好好上班 记住家里钱都是我的 若是你赶不经过 我同意花钱 小心你的狗命 阴侧侧地看着她 是是 我绝对不乱花钱 你放心 陈嫣想了一下 把她手机拿出来 里面的钱全部转走 一毛不剩 银行卡也在自己这 这下才放心 脸上伤不那么明显后 陈志强就去上班了 再不去上级 该有意见了 呦 陈哥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憔悴 陈志强勉强笑了一下 这不是你嫂子又犯病了吗 在家照顾她 有点累 陈志强在单位宣传 老婆得了产后抑郁症 有自杀倾向 即树立了好男人的形象 又得到了大家的同情 此时还得找借口遮掩过去 心里像吞了一百斤黄脸一样苦 此时 她想想之前的日子 怎么也想不通 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是之前打得太狠了 那也不该啊 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的 任她想破头也想不到 此时她老婆身体里 住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膜 她去上班 陈嫣也没闲着 穿上新买的裙子 高跟鞋一踩 溜溜达达的 就出门做美容护肤去了 有没有用她不在乎 要的就是享受 陈嫣舒服的躺在躺椅上 享受着护理师的按摩 李姐姐皮肤真好 瞧这手嫩的 你老公一定很疼你 呵呵 我也很疼她 一天疼三顿呢 护理师不要钱 是的拼命拍马屁 从头夸到脚 陈嫣一开心 就办了一张会员卡 那边陈志强也收到了短信 银行卡消费一万八千元 她捂着心口 险些倒下去 她对自己倒是大方 吃穿都是好的 却从来不舍得给老婆花钱 没结婚时送的礼物 都是守折的卡片 新型的石头 廉价的东西 被她说成深重的情谊 也就李文娟看不透她的抠门 陈嫣从美容店出去 就去了一家餐厅吃午饭 满满一桌子 服务员诧异 这能吃得完吗 事实证明她还真吃完了 结账时服务员看着她平坦的肚子 很是怀疑 这也太夸张了 轮回猪酸溜溜的开口 让你吃那么多 没看人家都怀疑人生了 陈嫣直翻白眼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只见她踩着高跟鞋 又进了商场 许久之后 拎着满满的购物袋 精神抖擞的出来了 吃喝玩乐打老公 这日子真是美滋滋啊 陈嫣躺在沙发上喝着旺仔 电视里正放着还猪格格 里面放到容嬷� 陈志强正在施展银针大法 他双眼放光地盯着 真是个人才 这手段 够胃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实验一番了 外面 陈志强满头大汗地 从菜市场出来 他身上一分钱没有 还是从同事那借了一点 昨天因为菜不够 挨了一顿毒打 今天他学乖了 不能给那毒妇理由打他 到家也没敢休息 就去做饭 也不知是不是辣椒太呛人了 陈志强眼里 留下了屈辱的泪水 旁边还放着主播 教做菜的视频 再忍一下 那毒妇放松的时候 一举把他拿下 辛辛苦苦 做了四菜一汤 又殷勤地伺候陈嫣洗手 只见他慢条斯理地吃完 又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陈志强心里松了一口气 今天总算过关了 陈嫣冷笑 想得美 拿起水杯就泼了他一脸 吼道 水那么热 是想烫死我 好继承遗产吗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陈志强看他皮带一甩 身体立马抖了抖 转身就往卧室跑 把门锁上 就软倒在地 大口喘气 陈嫣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就这 呵呵 毫不留情地一脚踹过去 门啪一声倒在地上 陈志强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老婆我错了 你原谅我一会好不好 陈嫣冷着脸 拿起不熟练地堵上他的嘴 刷刷地就抽上了 皮带啪啪作响 陈志强发出痛苦的闷哼声 跪下 叫爹 陈志强啪一声软了骨头 跪在地上 屈辱得开口 爹 乖 你要听话懂事一点 才能不挨打 明白吗 明白 他掏了掏耳朵 你探马没吃饭吗 大声一点 轮回猪大呼666 看着真是爽 陈志强摸摸自己空空的肚子 明白了 陈嫣嫌恶地看着 他苍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我又没用多大力气 你装出一副死人样子干嘛 去把衣服洗了地脱了 老婆 我能去医院看一下吗 腿好疼 陈志强虚弱地开口 看什么 你一个大男人 受点伤怎么了 去医院还花钱 浪费那个钱干嘛 又死不了 陈嫣一脸尖酸刻薄 还不滚去干活 陈志强拖着千斤重的步伐 上坟一样地去干活了 第二天 陈志强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饭菜卫生 水 一切都做得很完美 陈嫣美滋滋地享受完他的服务 今天做得是不错 看着是没有理由打人了 可摩得思维 怎么能用人的思维来衡量呢 今天白天 他特意出门 定制了一条皮鞭 皮带用着不是很顺手 难道就这么树枝高阁吗 只见他突然温柔一笑 亲爱的 我今天给你买了一个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哼哼 打老公 需要理由吗 完全不需要啊 做得再好又怎样 想打就打了 以前李文娟就是这么过来的 李文娟能过 他也得能过 陈志强心里发颤 这女人又想耍什么花招 你这是什么眼神 不相信我会给你买礼物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陈嫣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一脸失望 我没有不相信 谢谢老婆的礼物 陈志强颤抖地说道 很好 相信就好 说完就把茶几下面的盒子拿出来 拿出里面的皮鞭 好看吧 花了好几千呢 陈嫣炫耀地开口 瞧这颜色 红得多正啊 陈志强一看不对 拔腿就跑 他要跑走 再也不要进家门了 刚出门就被陈嫣一手拖了回来 门啪一声关上了 陈志强也顾不得丢脸了 砰砰砰地拍门 救命啊 救命啊 快 帮我报警 旁边邻居还纳闷 怎么这几天没听到李文娟的呼喊 今天变成男的喊了 赶紧开门出去看看 楼上的听到声音也下来了 这是怎么了 小陈怎么在喊救命 门口围了一堆人 陈嫣走过去开口 一群人看着很是稀奇 怎么 今天看着挨打得不像李文娟啊 陈志强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各位大爷大妈 李文娟 他疯了 要打死我 哎呀 文娟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又打架了 你们年轻人真是的 要知道以和为贵 是啊是啊 吵两句就算了 一群人说着劝慰的话 眼里的八卦都藏不住 这陈志强看样子挨得不轻了 真是看不出来 李文娟看着瘦瘦小小的 竟然能打赢陈志强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陈嫣冷静地看他求救 呵 有什么用呢 以前陈文娟也求救过 结果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两口子之间哪有隔夜愁 我和他闹着玩呢 你说是吧 老公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旁边人说两句也就算了 毕竟是家务事 他们也不好管太多 看着众人散去 陈志强畏缩地看着陈嫣 不敢吭声 陈嫣温柔地扶着他 该休息了 亲爱的 关上门立刻堵上他的嘴 绑住他的双手 陈志强拼命挣扎 却正不开 陈嫣拿着皮鞭 慢慢走近他 高跟鞋哒哒的声音 像是踩在了他的心上 唰的一声 皮鞭打在陈志强身上 他可是特意咨询了 这种皮鞭打人又疼 又不会出人命 陈嫣挥着鞭子 不停地抽打 边打边骂 你怎么就是学不乖呢 家仇也敢外扬 打你也是为你好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陈志强听的这话 很事儿熟 是了 以前他就是这么 对待李文娟的 因为他求救打他 因为饭菜不合胃口打他 因为工作不顺心 打他 把他打得半死不活 又不许他去医院 现在俩人的位置颠倒了 他这是在报复 把他抽得半死不活 陈嫣也出了一身汗 给他松了绑就不管了 在地上躺一夜 又不会死 哼着鸽就去洗澡了 啦啦啦 我是卖爆的小画家 陈志强双目无神的 听着不成调的歌曲 心里恨不得杀了他 只是想想 他的手段又发颤 不行 不能来民的 第二天早上 陈志强请了一天假 理由是老婆犯病了 这几天单位也没什么大事 领导也就同意了 陈志强早上出去 装作上班的样子 看着手机里的消费提醒 知道他又出门消费去了 便回到家里埋伏起来 陈嫣在游乐场浪了一天 累了才回来 轮回猪还嘲笑他 比小孩子还幼稚 一开门就感觉到不对 身为魔 他对气息很敏感 陈志强身上 被他分出一缕烟雾标记了 跑到天涯海角 他也能找到他 感受着房间里的气息 又看了一眼时间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 陈嫣笑了 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在沙发上继续看龙嬷嬷 陈志强在家等了好久 听到他开门进来的声音 握紧了手中的木棒 他想打晕他 好生折磨 已抱这几天的仇 至于后面要不要搞死他 他还没想到 陈志强握紧木棒 捏手捏脚地走近他 他正专心看着电视 一点没发现 陈志强面目猙獰的挥下 靠近他的头时 他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样 伸手一抓 木棒稳稳当当地抓在手里 陈嫣阴狠地看着他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陈志强哆嗦着往后退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在跟你闹着玩呢 别怕 我知道 我也是在跟你闹着玩 陈嫣一手捂住他的嘴 一手抓住他的头 脱狗一样 都在水里 扑扑吐出几个泡泡 谁也流进他嘴里了 来回几次 等他奄奄一息之时 陈嫣大发慈悲地 把他放出来了 亲爱的 还可吗 陈志强恐惧地看着他 头摇得像波浪鼓 陈嫣点了一根烟 吐出一口烟圈 当位置颠倒 拳头落到自己身上时 他原来也会怕呀 当初 李文娟被打得哭着求饶之时 换来的是什么 是更猛烈的毒打 最后倒在地上 身上温度一点点失去 再也看不到世间光明 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之后 陈嫣从未想过什么离婚 毁了他的事业 或者侧面打击他 自己干一番事业 让他后悔 对于人渣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用跟他一样 甚至更毒的手段报复 才是真的报复 拳头只有打到自己身上 才知道有多疼 他对对方是否悔改认错 丝毫不在乎 李文娟是第一个交易对象 要求也不过分 陈嫣当然是满足他了 拿起手中的烟 一下子按在他的大腿上 发出呲的一声 陈志强的惨叫 被堵在喉咙里 轮回珠津津有味地看着 人类有句话 叫做朱新 有人觉得 从心理上毁掉一个人 才是真正的毁掉 陈嫣直翻白眼 我是什么 是魔 人类那一套 我不喜欢 再说了 若是打击身体 不如打击心理 那可能是打得不过狠 你看 这不是心里也出毛病了吗 轮回珠看着角落里 瑟瑟发抖的陈志强 点点头 说得有理 看来人类的办法有时候 不一定有魔的办法好用 陈志强拿他毫无办法 打是打不过 就想躲在单位不回去 陈嫣穿着白色的长裙 在镜子面前转了一圈 像不像人类口中的白莲花 轮回珠点头 像 而且是黑心白莲花 陈嫣羞涩地笑了 轮回珠也抖了一下 看多了 他怎么打陈志强的 现在看他羞涩的样子 真踏马不适应啊 陈嫣打扮好 就去了陈志强的单位 陈志强正在办公室休息 昨天没回去 少了一顿打 可算是能松缓一下了 打定主意要在单位待几天 你好 我来找陈志强 我是他老婆 门口响起了陈嫣的声音 陈志强恍惚了一下 他怎么感觉 听到了恶魔的声音 原来是嫂子啊 陈哥在里面呢 他昨天没回家 我今天特意来接他 陈嫣温柔一笑 高跟鞋哒哒的声音传来 陈志强僵硬地转过身 就看到他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陈志强感觉浑身骨头都在疼 脸色煞白 老公 同事还在善意地调笑 陈哥 快跟嫂子回去吧 夫妻之间吵吵闹闹 很正常 不能记仇 陈志强无法 实在不想丢脸丢到单位 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 跟他回去了 一进门 陈嫣就把甩到卫生间里 再回来时 手里拿着一把银针 陈志强看着泛光的银针 心里无限恐惧 他啪一声跪下了 口中大喊 老婆 我错了 我以前不该打你的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会改 他的嘴就开始扎针 嘴里发出恶魔的怒吼 说 小贱人 你是不是故意勾搭皇上的 轮回诸武语的提醒 你串台了 这入戏太深了 陈嫣面不改色地继续吼 小贱人 谁让你不听话的 身为一条狗 就要有狗的自觉 要无条件地服从主人的命令 陈志强张不开嘴 只能呜呜地点头 很好 记住 再疼也不能大叫 不然主人会更严厉地处罚你哦 陈嫣松开手 陈志强大口喘气 鼻涕眼泪流了一地 他拿起针 一下砸到他大腿上 陈志强想喊 却在他面目猙獰的目光下 消失于口中 自己捂住自己的嘴 唯恐发出声音 换来更残忍的对待 乖 这才对 看在你听话的份上 今天就放你嘛 陈志强松了口气 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就这样 每天有理由没理由 都会挨打 过了半个月 他就撑不住了 钱再多也得有命花 再这样下去 早晚会被打死的 陈志强小心翼翼地开口 文娟 要不我们离婚吧 家里房子车上都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 陈嫣一脸疑惑 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们的生活过得挺好的呀 你看 你还年轻漂亮 我现在这个狗样子 一点都配不上你 不如你再找一个更好的 求你换个人祸害吧 不要 我家庭和谐 夫妻恩爱 离婚不可能的 只有丧偶 没有离婚 他阴侧侧地盯着陈志强 陈志强崩溃大哭 这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因为他的贪心 想让李文娟净身出户 又怕别人说闲话 硬生生摸死了李文娟 现在自己想解脱 门都没有 外面电话声响起 陈嫣拿起她的手机一看 又吼 我亲爱的婆婆 喂 婆婆呀 志强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你来看一下她吧 可能是想你想的 你是怎么照顾她的 我才走了几天 你就把她照顾生病了 我家是造了什么孽娶了你 陈嫣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 陈嫣眼里一片狠毒 口中却温柔说道 你还是赶紧过来吧 不然志强他可能会病得更严重 说完啪一声 把手机摔了 陈志强出来 就看到他一脸狠毒的目光 他对老婆是禽兽 可对亲妈却很是孝顺 自己受罪也就算了 怎么忍心让亲妈过来受折磨 这几天 陈嫣打电话都被他敷衍过去了 也没敢让他知道 陈志强跪着爬到他脚下 哭喊着 老婆 我妈他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你有什么气就发在我身上好了 好一个大孝子啊 陈嫣音策策的看着他下半身 放心 他死不了的 要是三天之内见不到他 我就废了你的第三条腿 陈志强只感觉腿间一凉 瞬间不敢说话了 命根子要是废了 他就不是男人了 这怎么可以 绝对不行 婆婆摸摸给陈母打电话 抱信的心思也没了 谁都比不上他自己 只能在心里对他妈说一声抱歉了 陈母这几天打电话 就感觉儿子不对劲 今天才知道儿子生病了 他就这一个儿子 火急火燎的 就开始收拾东西 要去看儿子 陈妇也没拦着 他最近看上了一个寡妇 巴不得陈母不在家 好方便 他勾搭人 陈母第二天就坐车走了 心里还计划着 怎么折腾儿媳妇 完全想不到他 正在走向狼窝 陈嫣悠闲地 坐在躺在沙发上 看着霸道总裁爱上我 一边吃着零食 还时不时地发出猪叫声 陈母开门进来 看到这场面就来气 败家娘们可真会享受 他走过去一下去 就把电视关了 拉着长脸开口 李文娟 我儿子生病都生病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看见事 他又死不了 你担心什么呢 陈嫣无所谓地开口 什么叫死不了 听听 这是人话吗 我儿子辛苦养家 你就一点不知道心疼他吗 陈母又拿出老一套 坐在地上 就开始熟练地拍大腿 陈嫣看他一脸褶子 鬼哭狼嚎 一点美感都没有 恶心地差点吐出来 起身拿起抹布 就堵上他的嘴 又用绳子绑住手脚 陈母常年干农火 力气很大 此时却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怎么也挣扎不开 陈嫣隆默默附体 随手就从桌子上拿起银针 一个个地从手指头扎进去 俗话说 食指连心 陈母疼得浑身剧烈地颤抖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哦 我亲爱的婆婆 疼不疼啊 她一脸温柔地看着陈母 手里动作却不停 扎进去 拔出来 乐此不彼 当初这老婆子 可没少怂恿陈志强打理文娟 她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是天天挨打 现在老了 儿子也出息了 儿媳挨打 她心里是说不出的痛快 陈母拼命摇头 想让她停下来 陈嫣却误解了 不疼啊 那我在换的地方好了 银针扎向她大腿上的软肉 一阵骚味传来 陈母直接吓尿了 陈嫣嫌恶得别开脸 一把年纪的人了一点不讲究 就会恶心人 把她拖进卫生间 就死命往她身上喷水 亲自帮婆婆洗澡 天底下还有我这么好的儿媳妇吗 哎 我真是太善良了 陈嫣逃自于自己的善良 无法自拔 陈母在地上浑身是水 眼泪鼻涕横流 陈嫣看了一眼 笑出声来 哈哈 你现在真像落汤鸡啊 还是秃毛的落汤鸡 哈哈 轮回猪也笑出猪叫声 陈母怎么也想不通 李文娟是疯了不成 怎么敢如此对她 不怕志强回来打死她吗 她心里恨恨地想着 等儿子回来 她一定要让儿子给她报仇 简直反了天了 陈嫣伸个懒腰 就去睡美容觉去了 至于卫生间里的老婆子 就让她待着吧 晚上 她说出来了 鬼叫什么 吵到我睡觉了 陈志强忍气吞声道 文娟 我妈在哪 你说那老婆子啊 在卫生间洗澡呢 陈嫣漫不经心地开口 陈志强在外面没听到声音 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开门一看 陈母嘴里塞着熟悉的抹布 手脚绑着 躺在地上生死不知 陈志强颤抖地伸手 视了一下鼻息 呼 还好 还有气 赶紧给她松开手脚 妈 妈 醒醒 陈母迷迷邓邓地 听到儿子的声音 立马清醒了 开始嚎啕大哭 志强啊 你那个媳妇可不得了了 我一进门 她就把我绑起来 还拿挣扎我 把我扔在这里 不管不问 这要搁在过去 敢这样对待婆婆的人 是要进猪笼的 你可得给妈做主啊 陈母声嘶力竭地哭喊 陈志强想想自己挨得打 眼睛一酸 俩人抱头痛哭 陈嫣抱着手站在外面 看着他俩凄惨的样子 格外舒爽 以抱制抱 就是这么爽 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 就挨了几针 至于嘛 矫情什么 陈志强看着他就感觉浑身都疼 也不敢顶嘴 文娟 我妈年纪大了 老糊涂了 你别跟他计较 陈志强陪着笑脸说道 陈嫣斜眼看他 我是那种不笑的人吗 既然老糊涂了 那就在家老是待着 我也不介意 家里多一个吃饭的嘴 你也别闲着了 赶紧去收拾客厅 这老婆子 进门就尿地上 太不要脸了 陈母如在梦中 不敢相信 李文娟敢跟儿子这么说话 儿子看他这么惨 也没帮他报仇 陈母愤怒地大喊 志强 你看看 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放过他 陈志强 我倒是想报仇 可没那个能力呀 身上天天就伤天心伤 天天浑身痛 妈 别说了 文娟也不是故意的 陈母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儿子 会这么对他 陈嫣大笑 当初这老婆子 折腾李文娟时 陈志强也是这么说的 不是故意的 哈哈 如今对象换人了 这老婆子也尝到李文娟的苦了 行了 赶紧去干活 家里可不养吃闲饭的人 陈嫣不耐烦了 陈志强不敢耽误 赶紧出去打扫卫生 又去厨房做了几个菜 卑微地伺候陈嫣洗手坐下 陈母出来一看 暂时忘了刚刚的伤痛 痛心疾首 志强啊 你可是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做女人的火 陈嫣啪一声 摔了筷子 二话不说就是铁拳锤打 陈志强被训得不敢大叫 小声地发出乌叶声 陈母看得目自欲裂 赶忙上去阻拦 你个杀千刀的小蹄子 竟然敢打我儿子 我跟你拼了 陈嫣转身掐住她的脖子 伸手一拽 咔嚓一声 陈母的胳膊断了 喉咙被掐着喊都喊不出来 想着断了影响她干活 陈嫣又是一使劲 咔嚓一声又给她接上了 她松开手 陈母条死鱼一样 倒在地上大口喘气 记住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奴隶 老实听话还好 不听话的下场就是这 陈嫣面目猙獰的说道 陈母被吓到了 不敢再开口 母子两个都是欺软怕硬的货 陈嫣不管他们 忙活半天都饿了 坐下开始大块吃肉 电视机里放着脑残锯 陈嫣边吃边看 快活极了 旁边陈母小心翼翼的看了她一眼 又去把儿子扶起来 回到房间 俩人小声嘀咕 志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李文娟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陈志强哆嗦嗦嗦道 我也不知道 头一天我还把她打得半死 第二天 下班回来她就动手打我 力气其大无比 我都打不过 只能被她欺负 陈母看着她身上的伤口 心疼得要死 老天爷啊 这可如何是好 陈志强也不知道 母子俩商量了半天 不能这么下去了 不然哪天真被打死了怎么办 第二天 陈志强偷偷摸摸的 不知道从哪搞到了迷药 晚上做了一桌子的菜 陈母笑容满面的说道 文娟啊 之前是我不对 你大人大量 原谅我一回吧 以后让志强好好上班 脖子也能变好 陈母嘴角抽了一下 以前说老糊涂了 以后不会了 陈志强也小心翼翼的开口 真的 文娟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再生个孩子 一家三口 多好啊 你踏马还有脸提孩子 陈嫣怒吼 抓起菜盆就扣到她头上 怎么 以为我不知道 饭里下了药了吗 砰砰砰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陈母也吓到了 想着昨天的事 也没赶上前 想不通她怎么会知道 饭里下了药的 轮回猪嘲讽地看着她 客厅两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也想不到 还什么别的办法 接下来 陈母完全享受到了 以前李文娟的生活 陈母老实地坐在阳台上 费力地挫着窗帘 近在咫尺的洗衣机 仿佛成了摆设 陈嫣大魔王 就坐在旁边盯着她 防止她偷懒 文娟啊 要不还是用洗衣机吧 太难洗了 陈母小声嘀咕 不是你说的吗 窗帘一定要手洗的才能干净 还有洗完 赶紧把地拖一下 女人嘛 要勤快 不然会被丈夫嫌弃的 你公公年纪大了 她不会嫌弃我的 陈母试图争辩一下 呵 被她嫌弃是挨打 被我嫌弃也是一样 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我劝你听话一点 奶哥哥婆婆 不是这么过来的 怎么就你矫情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食食屋 我去休息一会 起来的时候 要看到屋里一尘不染 不然只能用你儿子的脸擦地了 陈嫣尖酸刻薄地说完 扭着腰就回屋了 躺在床上拿出手机 就开始玩游戏 最近她迷上网络 连出去玩都没兴趣了 这个世界没有魔力 也没有灵力 可人类的生活一点都不差 只要有钱 有无数种好玩的 她沉迷网络 让陈志强总算是有了一点安慰 在家就不会花那么多钱了 虽然钱现在不在她手里 但是她还是希望李文娟少花一点 到时候再想办法要回来 现在陈母在家 她也不敢在单位磨磨蹭蹭了 就怕她一个不如意 陈母会隔屁 买了一堆她喜欢的水果到家时 陈母正坐在沙发上揉着腰 陈志强是个孝子 看到陈母留腰就赶紧问道 这是怎么了 陈母小声告状 家里的地妖一天拖三遍 太累了 然后期待地看着儿子 希望儿子能帮她一下 陈志强无奈 她白天上了一天班也很累了 晚上回来还要伺候李文娟 最近这段时间 是她人生中最苦的时候 她现在格外怀念 以前李文娟乖顺的时候 跟现在一比 一个天堂 一个地下 吃饭的时候 陈嫣自己坐在桌子上 吃得满嘴流油 陈志强和陈母蹲在墙角 看着桌子上丰盛的菜 再看看手里的馒头 怎么也咽不下去 陈嫣抽空 看了他们一眼 吃啊 别客气 两人啃了一口 勉强咽下去 咽得直翻白眼 也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你们吃个白馒头 还嫌弃 想当初60年的时候啊 别说馒头了 野菜都吃不着 饿的时候连树皮都是好的 俩人听着这话 也很是熟悉 这不是当初陈母天天说的吗 李文娟坐月子的时候 伤心女儿的腰折 本来就吃不好睡不好 陈母还顿顿给她喝西粥 自己和儿子天天大鱼大肉 吃得满面红光 就这还天天捣咕李文娟矫情